第十九集,陈东加入餐厅 陆珍珍去了欢歌那里询问陈东的情况,被告知他有阵子没来了,欢歌也不知道陈东去哪儿了,不过他就这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上星期陈东让欢歌去一个地方发斗半将,欢歌建议陆珍珍去那里找找 顾曼婷质问梁清然凭什么让他们相信他,梁清然却反过来问他陈东在哪里 顾曼婷回避,他们的确需要梁清然入股,他不相信梁清然,除非他真金白银砸进来 二人僵持不下,顾曼婷突然呕吐起来,梁清然吓得跑去帮忙,顾曼婷最近总统 梁清然觉得有些不对务,问他上次生理期是什么时候 梁清然决定投资,但要先说好,他是金主,就算是合伙人也是最大的合伙人 陆珍珍去了欢歌说的地址,这是一个茶园,陈东的确在这里 陈东见到陆珍珍二话不说抱住了他,茶园老板的儿子阿布得知他就是陆珍珍连忙喊起了珍珍姐,还说陈东经常说起他 陈东这段时间也想了很多,他承认告白那天有些太着急了 陆珍珍告诉陈东他和顾曼婷准备开一家新餐厅,和刘思源打擞台 希望陈东能够加入 这也是帮顾大鹏延续穿菜的理念 陆珍珍虽然有自己的私心,但也只是想争口气 陈东没有轻易答应,陈珍珍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出发的时候阿布也非要跟着一起去 陆珍珍带陈东去了川白楼 这里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 二人看到天价菜单都很惊讶 但还是点了一大桌菜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刘思源看到了陆珍珍 还劝他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 这是他为陆珍珍考虑 陆珍珍冷笑一声 刘思源从来都不是什么重情重义的人 陈东不希望陆珍珍把开餐厅的事情用来争口气 但陆珍珍却一心报仇 陈东最终还是选择加入 不仅为了陆珍珍 也是为了顾大鹏 顾曼婷来给梁清然送单据 这次梁清然也把全部家当压了上去 他绝对不能输 梁清然沉跑时遇到了宠物医生 二人一起去了宠物餐厅 他的小狗吃得很开心 周总希望尽快把川白楼做成连锁工程身退 老板们希望尽快变现 但刘思源却并不这么想 周总让刘思源看好秦辛 秦氏对他们很重要 刘思源便主动找到秦辛谈合作 可秦辛已经选择辞职了 周总收到消息很生气 刘思源只能立下军令状 拿到恒星餐厅 金属格就是拿下恒星餐厅 才被梁清然卖出一个好价钱的 陈东找帅帅一起帮忙做餐厅 却遭到拒绝 因为他要帮家里做餐厅 不过他把家里提花的秘方交给了陈东 好美丽在酒吧打工 陆珍珍和梁清然找到他 告诉他要开新餐厅的事情 刘思源也在酒吧谈生意 喝醉后就给梁清然打电话质问 他到底想干什么 陈东一早去了菜市场买菜 然后做了一份提花汤 打算坐在巴士德坂餐厅里 梁清然约了秦辛父子见面 但秦父并没有道 店里订好的货都不卖了 顾曼婷决定去找徐浩买调料 由渡达 会训终于 想给你 空翻炎 店里 店里